嗨 大家好 我是勤奋又有责任心的匡匡 首先解释一下单身道的问题 阿婆主去查了一下盗娘 度娘 度娘说录音都是单身道 然后双身道需要自己去用音频去调 用监听耳机慢慢调 但是阿婆主自己活在一个单身道的世界 所以没办法调试 然后自己乱来的话怕调得更惨不忍睹 所以米娜就将就一下 就当是幼儿有声音 然后左耳全音乐好了 这期我画的是一对大家耳熟能详的机脑 我知道有人要刷内CP了 不过我觉得吧 都已经画喜羊羊和灰太狼的还要什么CP啊 况且喜羊羊本来就是伴猪吃老虎呀 娘炮店怎么了 我画的哪个汉子不娘炮 我以前画修正我男儿的时候 还比肚子大大嫌弃太娘了呢 是吧 我都皮厚了 不过画出回来怎么才能画出直男啊 有没有人现场这个 我真的好多年都没有画出直男了 能不能教教我 顺便在这里解释一下为啥最期画的是这个 阿婆主连着也画了五七妹子 然后只画了一七汉子 但是阿婆主是个博爱的人 殷盛阳衰怎么能行呢 是吧 所以就决定专门画一七姬老 但是 阿婆主萌的CP也不是特别做 一时想不出来 怎么能用画方林凡和胡天广吧 不然我都要成小黄叔专业户了 是吧 所以我就去卫博征求意见 然后 在一群什么 土银呀 什么真领呀 的CP中 忽然有一条卫博说 画喜瑶瑶和灰太郎 我当时肯定是不考虑的 画什么喜瑶瑶和灰太郎啊 但是这个CP相当的模仿性 你们知道吗 自从这句话出来之后 我的眼睛里就再也看不见 看不见其他CP了 所以我就画了 不是我恶趣味 真的 我这么老实的妹子 是吧 一看就知道不是这种人 话题扯远了 我们扯回来 两个基老的进度也到了 铺完底色的进步了 我画画的步骤一直是很 固定的随心所欲 先铺完底色 然后抠抠脸 画完阴影 然后抠抠脸 画完头发 然后抠抠脸 抠抠无关紧要的细节 然后抠抠脸 这个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我根本忍不住啊 然后我 等等 让我暂停先笑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我画这张画最大的错误就是一开始就画上了阿福软子 导致我现在看到这支视频我就很想笑 我再暂停笑 我操作 我操作 还不 别的 因为 我当时画的时候只要缩小画面我就笑得下不了笔 所以我后面就把阿福软子给扶掉了 太影响效率了 我这期之所以更新的这么晚都是阿福软子的错 然后考虑到我画谁是娘炮 所以这期画的灰太狼也是看看就好 或者当作一个怎样画好一个闷骚瘦的教程来看吧 或者猥琐琐 至于喜羊羊 我觉得我画的根本就是美羊羊 我先给自己点个辣酒 其实我以前特别擅长画汉子的 真的 特别特别擅长 不过 制打我爱上腮红之后 我就再也没能画出一个正直的汉子了 好吧 其实我画的汉子就没直过 我一直都是画鸡老 这一切的一切 我觉得都是 以前受太多油桂香脂里的影响了 不不不 我没有再贴切之人 我真的正直人 是吧 其实呢 喜羊羊的眼睛是黑色的 不是蓝色的 不过嘛 我上次说要画另外一种蓝色的眼睛来着 所以就暗脱脱的改成蓝色眼睛了 真的不是因为我不会画黑色眼睛啊 至于灰太狼的眼睛 那就是一个人间惨剧 是受不出的泪水 是无言以对的回忆 一个字 丑 还越改越丑 不过小图看着还行我就没改 你们说为啥 大图抠戏了 小图看着就不行了呢 这不是为难我这种使用画大图的存在吗 有没有感受到这期阿婆族的普通话更不标准了 对 阿婆族忽然有一天想不开开了群 然后总在群里被要求说落口令 什么黑化灰灰灰灰花 黑化肥灰发黑 灰化肥灰发灰 什么红凤凰粉红凰的 念了不少 然后越念越大舌头 导致我普通话越来越不标准 蜡鼠 还是说说话吧 这里扣到了喜阳阳的眼睛 真人的眼睛的纹路就像是被雨湿炸过的地月球表面 或者是一滴水滴进了干面粉里 中间是一个凹陷下去的洞 这就是瞳孔 然后旁边会有那种一条一条就像沟壑一样的 纹路 然后这种就是比较真人的那种眼睛 其实我感觉我不用说的这么细 不然看视频的大家一个个又要学坏了 蜡烛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人间惨剧 UP主吧 录视频吧 光顾着保存视频进度了 然后忘了保存图片进度 结果你们懂了 我又重画了一次 呵呵 呵呵 呵呵呵呵呵 为啥 每次我打算晚点更新视频的时候 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悲剧呢 蜡烛 话说回来 我自己也觉得头发细致程度跟眼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是去老老实实地研究了一下怎么画头发 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 我发现我以前抠不细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分出明暗 或者说明暗对比度不够 所以这次我非常认真的分了明暗 然后再细化一下明暗交真数 感觉比以前直接抠的效果好多了 应该感受到了自己的机子呢 其实这一些我的重点是在抠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 比如衣服啊 比如领结啊 比如二胡卵子什么的 这是一期十分魔幻的视频 有没有发现这期阿婆主话题迟很远 这是因为阿婆主这期懒得山懒厚 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写了大纲才开始录音的 结果因为大纲写的就像脱纲的野马 否则这期的音频废话也特别特别多 还好摘下幼儿耳机就是成音乐 应该又感受到了自己的机子呢 这一期我正好画掉了白色的毛 其实我之前是想说教大家画白色的毛的那 然后去画妖梦来教大家画白色的毛的 不过没想到提前画得喜羊羊 不过我感觉妖梦的毛更偏灰 画白毛有个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全灰色来画阴影 不如说任何一种约色的最好不要用全灰色来画阴影 这样会显得十分死吧 紫色蓝色刷一刷 黄色橙色刷一刷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 不会画白毛了 画兽回来 我在画这期视频之前 还看过那个画兽人的视频 和消极达达的视频 都是十分厉害的人 可惜我看了几遍啥都没学会 不过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一个专攻线条 一个专攻相色 超棒的 虽然说 Apple主化的汉子十分的娘 不过也还是能看出汉子的 汉子跟妹子的区别就是线条的柔软度 比如说脸上 妹子的脸上的线条会比较圆润 鼻子啊眼睛啊嘴巴啊那些 它们都是那种非常圆润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就是妹子的脸 汉子就是脸上会更硬朗一点 线条会更明显一点 像形容美男子嘛 都是刀笑一样的脸 感觉这是形容霸道总裁的 什么健眉啊 什么犹如雕塑一样的鼻梁啊什么的 就是从侧面证明了 汉子的脸都是非常的线条明显的 不过我画的汉子脸上也还是比较的 总之阿婆主别的不擅长 就擅长直商谈平 话说这个好像不是不好意思 不管了 说起来其实喜阳阳刚出来的时候 阿婆主当时还是坚定的电视儿童 天天看天天看 其实除了有点拉低智商 剧情还是很下饭的 不过后来就不行了 我看的两百开都合不下去了 我当时超喜欢潇洒哥 唉 不要问我为什么喜欢 这就像我当年迷恋着尔康一样难以折磨 我总实在是一个不该爱上的人呢 阿婆主望了给灰太狼画胡子的 我说怎么干就少了点野心 不过灰太狼有野心这种东西吗 我觉得他根本是写作灰太狼独作哈斯奇啊 怪不得我现在画的这个表情看起来这么蠢 我觉得那种特别蠢的角色 真是萌的令人发指 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很机智 但是实际很蠢的逗逼 以及智商非常非常高 情商非常非常低的那种逗逼 咳咳 话题审爱了 换说回来 阿婆总觉得自己画画的画面十分单一 细节也特别不多 然后很多地方该抠的就不抠 画完点就跑了 不过也是因为我人比较懒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轻松解决 轻松增加画面丰富感的办法 就是多画点光源 头顶一个光 側面一个光 背后一个光 我会说 不过这个是邪门歪道啊 不要学啊 多画光源是可以的 但是让画面更丰富的办法 最好还是认真画好细节才对 我觉得我每期好像都在乌人子地啊 画到这里 阿婆主觉得有句话特别适合我的画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脖子以下不会描写 对 顺便送给每一个画不好人体的画手 蜡烛 我到锁骨我就画不好人 比如灰太阳的锁骨就被我画的特别惨 感觉他把位置没刺眼了 这就体现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细辛苦苦画了一张霸道总裁脸 结果配上一个得了大脖子病的身体 就算是王思聪也不能嫁是吧 再比如一个霸道总裁脸 配上一双青冲般的爪子 说不是鸡老都没人相信是吧 再或者画一个酷陷的鸡肉男大奶 但是却有一张王宝强的脸 这个 所以画画要全面发展 不然想画个直男都画不出来 就像我这样 多惨啊 这期视频我画爪子的时候依然是画的比较惨 为此我还特意看了好几遍别人是怎么画爪子的 就这样我还是画成了妹子的手 准确的手是画成了我自己的手 这就证明了练习速写的重要性 好像没什么观点啊 不过速写真的很重要啊 练习条练人体都很快的 每天画画个二三十张的画上大半年 什么人体都学好了 我人体之所以没学好就是我没坚持下来 我画两天就跑了 就好像我之前说要画场景一样 也是画两天我就跑了 本来G7是抱着一定要画好一个酷炫狂霸拽的灰太郎 和闷骚又腹黑的喜羊羊来的 可惜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却像一桶冰水 而且明明说好只泼一桶的 对方却开了洒水车来 教得你透心凉 嘖 只能说把他们画成哈士奇和博美也挺不容易的 是吧 画画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不然每张画都画的那么丑 非要纠结的话就没办法继续按下去了 点根蜡蜡 这期视频绘制过程中 阿婆主发现那个覆盖特别好用 用来打腮红和光源简直棒极了 阿婆主就是这么没出息 只关注腮红 画出来的效果感觉是在发着光 棒棒的 然后后面这部分就是抠细节了 消化羊毛简这种就是画完麻花便 然后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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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降低透明度 再勾选 勾选不透明度 画上光源和环境色这样 稍微画一点就好了 合并掉就可以了 像这些衣服的细节 虽然看起来很麻烦 但是其实画一下的话还是很容易的 而且好好画的话 效果还是比较能带给人惊喜的 再就是高光的位置也是提升画面效果的关键 像点好高光整张画看起来都会pika pika pika 非常的好看 虽然我的高光是一通乱点的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高光的推崇 我尝试了一下在白色头发的交接处加了点蓝色 我觉得放大还挺好看的 不过缩小后就不是很明显了 话说阿婆主到这里自穷了 来听点音乐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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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 灰色的背景真是最偷懒的背景 但是我思考了很久 无论把电这两个放在哪里 放在哪个场景都不合适 我感觉放在哪里都有点 所以真的不是我偷懒 灰色背景也挺好的嘛 多互演啊是吧 顺便视频也录到快要结束了 最后让我私心说一句 Happy Birthday to me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羊羊约梦 下一期画妖梦 大家拜拜